8年前政府調降了一陣稅 50%降到了10% 我們說鮭魚返鄉 有人說鱷魚返鄉 這些人炒高了房市 讓我們買不起 現在清華要告訴我們 政府打算進一步把10% 再調高一些 調高double到20% 好了 你以為調高一陣稅 是為了籌措更多財源 修更多嗎 錯了 我們要告訴大家 人人咖 金細咖 政府投資跑光光 結果吃苦的 受苦的還是老百姓 為什麼 你跟著他上去套戰那個地方 對不起 房市準備要崩塌了 沒有錯 駿先生 我們先了解一下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們的行政院拍板定案 說我們的一陣稅 要從目前的10%向上調一倍到20% 那不管它是什麼累進稅率 反正對那些有錢人來說 它一定都是20%這個稅率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問一件事情 有錢人是不是要開始說 你要調高一陣稅 那我幹嘛把我的這個財產 放在台灣讓你課稅 我就把它搬到海外去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說 當政府籌措這個所謂的 長照的錢 沒有錢 我只好從有錢人身上去課 你表面上看說 這個是落實公平正義 你比較好子 你假抽蛋沒有 對不起 你根本抽不到半滴血 因為人家有錢人不是笨蛋 我資產可以挪移的 所以你在挪移的情況之下 你課得到多少 這個所謂的一陣稅呢 所以你看我們的財政部次長蘇建榮 他就說 一陣稅稅率調高 或是門檻降低 稅收會增加 但是因為他是機會稅 稅收不穩定 什麼叫機會稅稅收不穩定 有錢人的錢會跑嘛 所以他說 這個富人呢 他會先進行資產挪移 那你能增加的稅收 可能就不多 今天我們把這個所謂的遺產稅 遺證稅調高double到20% 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的話 事實上也正是房市 開始有崩解疑慮的開始 沒錯 因為在2008年 遺證稅大降之後 很多的資金 大家說歸於返鄉 事實上大家發現 原來他變成房市巨額 把房市推得很高 沒錯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這些你要調高遺證稅 這些人我不是傻子 我幹嘛把錢放在台灣 讓你瞌睡 所以我就要開始把 我在台灣的房子 把資產移到國外去 把台灣的房子賣掉 賣掉換成現金 然後移到海外去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覺得台灣的房子 賣的是不是越來越多 那這樣對房市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警訊呢 那還得了 八年前 鱷魚進來的時候 房價炒高 受苦的是老百姓 你買不起啦 現在他錢又出去了 獲利了結走了 結果老百姓 跟著上去的人 套在那個地方 你也下不來了 沒錯 高點買到的 通通套到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內政部最新的統計資料 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建物的移轉動數 買賣移轉動數 大家發現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警訊 什麼警訊呢 發現從2013到2016 成交買賣這個移轉動數 足足少了一半 你知道嗎 少了一半是什麼概念 有這麼可怕嗎 沒錯 首先你看我們2013年的時候 我們以台北市為例 對 2013年的時候 全台北市的買賣移轉動數 是24000戶 是 結果到了2016年的時候 你看剩下多少 只剩下11964戶 這個是整個平均你來看 高高低低 沒錯 我們來看看重災區 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看重災區是在哪裡 重災區大家發現 整個的重災區 竟然是在內湖區 在內湖 沒錯 你看內湖區現在 在2013年的時候 移轉動數是3570戶 是 那2016年目前是1233戶 可是它的衰退幅度高達是多少 65% 當然我們知道今年還沒有過完 可是依照目前 房市急凍的狀況來看 這個它的改善狀況 大概也不會很理想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今天 量在說了 對 量在說那全部都跌嗎 台北有12個13個行政區 全部都全盤進沒嗎 俊先生 你看看這個表格 大家是在比看誰跌升而已 所以你看 最少的是多少 -38% 其他大部分都是在跌 一半以上 對啊 所以大家才說 剩下下半年 房市能夠搶救多少 看起來很不樂觀 尤其像內湖這麼嚴重的地方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下半年這樣房市 還可以進場嗎 好 十位我們今天看到了這個 量說再來就價跌了 這樣的一個浮射效應 慢慢暈開之後 你的觀察 其實內湖跌價 當然其實大家都知道 去年12月 大家在選舉的時候都知道 小英一定會調靠 一戰歲這個事情 所以去年12月 有些人早就把資產 偷偷移轉完了 也沒有拖到今年 所以今年它萬條 20條 30% 其實有些人都不會覺得 也不會覺得痛 可是為什麼全部這麼慘 內湖更慘 是因為大家認為房價會更跌 可是它沒有跌價 所以我們就不買了 其實心態就是只有這樣 就是你還不跌價 所以我就不買 所以就沒有任何的買賣移轉 那我們講說 內湖是處於中產的 自助客跟智產客的地方 它是一個有具有 那個代表性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隨便查查看 內湖現在 你剛剛清晃說 買賣移轉大跌 我大概隨便查一下說 新房子 比如說像這一件 建商當初開價一坪90萬 結果現在它投資客急著要賣 開價78萬 我再講一個例子 90到78 大概覺得是有錢的事件 打了85折 對 開價打85折 還沒有人要買 那是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是有錢的事件 我們覺得它活該被套牢 我們講的是一般自助客的心態 我有個朋友最近要買房子 它在內湖一樣的附近 大概就是四騎重化區的地方 去看了一間房子 也不貴 大概就3000多萬 因為3000多萬是台北市 最長的一個範圍 當初它去年 它看的是年初的時候 一坪開價80萬 他想說神經病80這麼貴 他就再等等 因為年初而已 等到今年7月 他再看一下 一坪68萬開價 隔了多久 隔了7個月 這房子賣不掉 打了85折 OK 他還是不買 為什麼呢 他直接去翻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 最近成交的價格附近的行情 是55萬 也就是說 從80到55萬 應該要打7折 大家才要願意成交 所以人家有55萬的成交價格 為什麼你現在屋主要開80萬 這都是標準內湖人 就是這些市場 可是現在是覺得說 一個是我跟你撐 撐到今年下半年有沒有機會 另外一個是說 我不撐了 我先跑 再說錢 拿去投資 還比較暢快一點 所以剛剛講到了 其實是台北的所有行政區 的重災區當中的第一名 內湖 打到7折打下來 好了 很多人講說 要不然蛋黃區 總是比較能抗跌 我們就來看看 最熱的蛋黃區 信義區跟大安區 量縮之後有價跌嗎 沒錯 我們剛剛看完的是同期比較 你看到成交量大幅的萎縮 那我們先來看看房價的部分 你看到房價也不樂觀 你看 幾乎也都是什麼 都是跌的 我們看到蛋黃中的蛋黃 大安區 信義區 你看 跌是跌多少 2016年跟2014年最高點相比 跌掉了 一個跌掉13% 一個跌掉12% 13跟12都是 minus的 打開礦法節目之後 這個算客氣的 我們直接看見歷史告訴你 跌的都不止這個 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去看看 直接看個案好了 你看 這是在信義區的個案 他離捷運站 走路也不過才3分鐘而已 這樣的一個個案 你看喔 他的這個售價 扣掉車位 換算成坪數之後呢 一坪的單價大概是96.54萬 96.50萬 信義區算起來 捷運宅這個價錢 應該是蠻吸引人的吧 可是俊相我告訴你 他2013年預售在賣的時候 開價開多少錢賣 你知道嗎 每坪130萬 到現在足足打了75折 所以剛剛那個7折 是有可能的 你看 連這個蛋黃區都打了75折啊 沒錯 蛋黃中的蛋黃還是這樣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蛋黃是什麼呢 大安區 這我們號稱天龍中的天龍 那大安區你看 這個是在羅斯福路二段的一個星塵 什麼叉叉星 那麼你看喔 它主打是什麼 師大商圈 生活技能好 然後附近環境也好 這樣的一個地方你看 扣掉車位它的成交價是多少 它的開價 一坪是107萬 可是啊 它當初拿出來在賣的時候 開多少 你知道嗎 一坪138萬也是打了77折啊 這相隔多久啊 相隔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啊 不到一年打了77折 所以量縮價都在跌了 換句話說 我們剛才講說 當你今天調高了一陣稅 Double上去之後 這些撐盤不見了 它獲利條件走了 這會不會跌更兇 可能會跌更兇 可能會更慘 然後變成壓垮駱駝那個稻草 就會越來越相信了 Sway 你剛剛講到了內湖 可是青王在我們看到的信義大安 也就是說從邊垂到淡黃 它幾乎就一個整個擴散開來 一個量縮價跌的格局 那這個擴散效率會持續再擴大嗎 是 因為我們 我去年不是講過說 台北是從南港開始跌 跌到後來就往外是到汐止去 所以今年汐止開始跌 往內 是到內湖 所以內湖開始跌 我們講是這樣對不對 就像一個石澡 開始 聯誼 聯誼出去了 所以現在聯誼開始發酵了 比如說我們先講基隆 基隆 現在有一個董事長老闆 他不是上電視講說 年輕人一瓶30萬太貴了 他暗示大家買25萬左右的 在基隆的房子 因為他是在認真的推這個房子 沒想到隔壁他的死對頭 然後就是推出一個 更便宜的一瓶財 開價多少 13萬8 就是你說25 30 那我就給你13萬8 而且13萬8當地人還嫌貴 因為過去可能才11萬而已 所以你就用13萬 當然現在我們講相對值 目前那個30萬的那個案子 比如說那個是20到25萬左右的行情 他用13萬 這樣子大家覺得有低了 可能可以下去了 所以這是基隆的情況 我們再講戲值對不對 戲值一般的行情是40萬 一樣的建商不同的地點 一瓶開33萬 40變33 預售屋 所以現在還有的砍 那些當初買50怎麼辦 死定了嘛 而且33 而且34還是預售 代表說兩年後的市場 並不會比較好 那33出現之後 有沒有效果呢 所以這個33是建商賣的 還是說投課買的時候 立刻脫手 沒有 這個建商出的廣告價格 也就是說這個下去可能還有 接下來下一個戰局可能就變二字頭了 他不怕一期二期先買的人來給他拉白布條了 這都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因為現在不豁出去門要買了 然後我們再講桃園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消息 寶家 寶家是台灣的前三大建商對不對 他推出廣告價14萬5 桃園哪裡 桃園的八德 八德 八德現在大概在18到20左右的行情 18到20對不對 寶家因為發現賣不動了 百合上是第一大建商 在桃園當地 八德當地 14萬 這又另外一個重磅的破壞效應 殺下去 對啊 因為他不殺 發現大家都不買 對 雖然八德 我們講說八德的那個賣壓很大什麼的 然後桃園市長又認八德 或是說在哪裡要準備很大的社會住宅 但是寶家知道我不殺 這時候我怎麼賣得下去 所以誰會這樣講起來 沒有這樣加就沒有量 還是講那句老吊牙 蔡總的朋友有一個口袋也夠深 房子就賣不動啊 以前他真的是 皇者怎麼買你知道 豪宅 一戶一百坪 一口氣買兩成 然後就四戶送兵 光裝潢就五六千萬 是 真的是大手筆 這要賣戶 要了 現在誰買得動 四戶起來他還把他打通 現在找人來施工把它隔開 一樣就是這種手術切小單位 他賣多少錢呢 以前假如說一品有兩百萬的話 現在恐怕要打折 一百五十萬多不見得有人買 所以我們看到 有錢人賣不動 好 你說沒關係 那有錢人的事嗎 反正你口袋夠深 有時間可以撐 但是跟我們相關的 壽星階級小資族 我們都會覺得 我就等啊 等到房價跌了 不就這是好時機嗎 錯了 現在還是買不起啊 當然了 現在怎麼買得起呢 我們來看這個個案好了 有一對這個小資族夫妻 講說他是小資族 其實你知道夫妻兩個 在台北市生活 但他其實月入大概十萬塊左右 其實也不錯了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其實他父母 在台北市有房子 其實也過得還不錯 在士林區 那麼這一對夫妻 是三年前結婚的 那他們結婚的時候呢 因為你知道在台北市年輕人 買房子困難 所以雖然結婚 那我還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那一起住了之後 當然就是婚姻幸福快樂 有了小朋友了 是 小朋友出生了之後就發現 這個變得五個人之後 房子好像有點擠不夠住 怎麼辦 所以怎麼辦就是決定要去買房子 是 但是因為這對小夫妻 跟爸媽的感情還不錯 所以想說 那我要找房子 最好找在爸媽家附近 是 這樣大家究竟可以互相照料 都住台北 而且最重要的是婆婆說 我好喜歡孫子啊 這樣住在附近 我可以常常抱到我的孫子 是 對 所以呢他就說好 好你們要買房子找在附近 我幫你們出頭期款五百萬 所以今天 月入十萬塊的小資夫妻 又有五百萬 媽媽願意跟你支持 還有什麼比這更好 居然也買不起 他們後來買屋的經歷 我們說給你聽 月收入十萬 媽媽願意支持五百萬的頭期款 人生勝利組了 還有哪裡買不起的房子呢 是他也是這樣子想 所以他顛著顛著想說 我這樣算一算 頭期款五百萬 那我算我們兩個人 在月入十萬塊 買個房子一千五百萬 貸款這樣一個月五六萬 還可以應付得起 是 好 打定主意了之後 就兩個人開始去看房子 看一看 因為他們家在士林附近 去看房子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看 新陳屋漂漂亮亮的 進去看一問價格 兩千七百萬 遠超出我的預算 不行 放棄 那這紅鞋舊一點 小一點 找舊一點 找舊一點去找所謂的新古屋 屋林稍會舊一點的 結果我去看了之後 兩千兩百萬還是買不起 再退 好 退 那反正這個大樓買不起 新古屋也買不起 我去買中古 買中古公寓好了 是 中古公寓總是便宜了吧 結果我們叫中古公寓 看一看 也都要一千四一千五百萬 價格裝潢也要一千